剛才講過,水氣要凝結有兩個條件 一,要接近飽和 二,要有凝結核 通常空氣不缺凝結核,因為有很多的灰塵 所以重點是有沒有飽和 有沒有飽和 現在不飽和,怎麼樣變成會飽和 來,舉例 一公升的空氣 30度C的時候 最多容納25公克的水氣 20度C的時候 最多容納20公克的水氣 30度容納25克 20度容納20克 現在呢,我有30度C的空氣 只容納了20克 沒裝滿對不對 沒飽和 怎樣可以讓它變成油飽 30裝25 20裝20 現在30只裝20 沒裝滿 請問你 我如何讓它變得油裝滿 這位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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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號誰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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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別的方法嗎?一個是加水嘛 20沒裝滿,加到25就裝滿了嘛 有別的方法嗎? 不知道? 你要思考 來,我們換一個人思考好了 換一個帥哥有沒有 21 21沒有來 有沒有帥哥奶 26 26 26 22 他剛才說加水 除了加水還有什麼方法? 除了加水之外 230裝25 20裝20 現在30只裝20沒裝滿 只讓他變成有裝滿 1,加水 20加到25,等一下 就裝滿了,還有別招嗎? 沒有別招喔 好,回來,來來來,你說哪一招? 你把布 我聽不見 降低溫度 降低溫度,請坐 兩位帥哥美女坐 20 20沒滿,就裝到25就滿了嘛 或降到20度,也就是20就裝滿了嘛 所以繼續供應水氣跟降低溫度 這兩件自然界都會做 全面就是加熱 一直曬 不斷的曬 又不斷的會怎樣? 不斷的會有增加水氣的供應 但是大部分 通常用的是第二個方法 降溫 通常是用第二個方法 降溫 降低溫度使它變化合 它怎麼會降溫呢? 怎麼會降溫呢? 因為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會下降 體積會膨脹,溫度會降低 所以就容易飽和 然後就凝結成於有云就會降 根據你們所學過的理化知識 你曉得往上跑 氣壓會下降 你也曉得氣壓下降之後 體積會膨脹 可是你不曉得為什麼體積膨脹之後 溫度就會降低 我也不告訴你 這個高中才會教叫絕熱膨脹 所以我告訴你說 叫做只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 所以我們就記住這個結果 叫做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會下降 體積會膨脹,溫度會降低 所以就容易飽和 然後就凝結成於有云就會降 有云就會下降 因此還有之後這一句 我後面就舉例了 從此之後 你只要看到A狀況 A狀況有上升氣流 你就要馬上想到 它會下降 它會下降 我等一下就會舉幾個例子 A狀況,B狀況,C狀況 都是上升氣流 它們通通都容易會造成下降 通通會容易造成下降 就是你要記住的事情 好,記住一 空氣上升 氣壓下降 體積膨脹 溫度降低 容易飽和體積物 有云會下降 記住二 從此之後 只要看到上升氣流 你就要想到 它會容易會下雨 容易會下雨 就是這樣子 所以 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會下降 然後體積就膨脹 膨脹之後就 溫度就降低 然後就容易飽和 飽和 就容易凝結成云 有云就會下雨 這就是 上升凝結的狀況 這就是我們這邊 所要學習的重點 OK